2009年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五名经约人士如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 总结昨日的工作 之后胖子脱掉外衣 开始激烈运动 这是什么情况? 公司的前发规定吗? 只见同事打开收音机 里面发出杂乱的声响 胖子就开始他的表演 听到电话传来焦急的回应后 另一人也开始表演 一把抢过手机 质问老太怎么生了这样的混蛋 竟敢骚扰他女儿 威胁老太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儿子有多混蛋 还有把儿子送进监狱 警官接过手机后 冷静地讲出前因后果 早上儿子在火车上 因为性骚扰一名女性遭到逮捕 另外警人见状 配合发出各种声音 受害者的父亲非常愤怒 看在儿子认罪和警官的面子上 受害者同意和解 但需要支付一笔和解金 得到答案后 警官迅速挂打电话 他们并不是什么经营人士 而是诈骗犯 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骗老人的钱 看着取款机上提示的卡片无效 城市那是一个愁 这大学刚毕业就遇上金融海啸 工作也没保住 这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呢 好友黄毛信奉的宗旨是 做人要自立自强 他知道有个兼职来钱快 两三小时就能赚三十万日元 现在白领月工资也就十多万 对比之下 这个工资有点高的离谱 聊到一半的时候 城市接到长妈的电话 检查发现父亲眼睛里长了恶性中流 而且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 急需手术 不伤害眼睛 康复率也高的接触 医保不能报销 医生虽然同情他们的处境 但也无可奈何 回家后 又收到学贷款的还款通知 这还真是无鲁偏风铃业语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城市安慰城妈不用担心 她会想办法弄钱的 然而找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工资少不说 条件还很苛刻 看着病床上的父亲 想起黄毛说过的话 准备去看看情况 两人被带到偏僻的郊区后 山田让两人根据要求 把钱提出来 黄毛在手指上涂了层泄甲水 避免在提款机上留下指纹 这话一出 城市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货 准备离开 但被黄毛一把揽住 他现在知道真相 如果走了会被山田栽了道 他们只是按照要求帮忙提款 真正犯罪的是上面那些人 没笔提款他们可以抽一成 200万的话 他们就能拿到20万 一个月做牛做马才十多万 别说存钱 连生活都难 向着病床上的父亲 诚实妥协了 来到提款机前 查入银行卡 或许是太紧张的缘故 说了好多字密码都是错的 越是怕啥越来啥 一个警察直接朝他走来 他的魂都要下飞了 还好警察只是在他旁边 拿了个购物栏就走了 取出钱后 他立马离开 刚出去就看到黄毛被警察追赶 他拉开车门 一把扯下山田 自己开着车 横冲直撞的去救黄毛 奈何技术不好发生车祸 醒来时已经被吊在半空中 黄毛早带钱跑路 去救人 结果还被人坑了 这惨的也是没谁了 在山田的威胁下 他只能加入诈骗团伙 但以后可不是提款这么简单 是要经过训练 通过手机去骗老人的钱财 如果跑路就杀了他 隔日他就根据地址来到一间办公室 里面的人看到他 也是一脸复杂 不是诈骗吗 怎么是打电话找人投资房产呢 独川不停地游走在这群人中间 只要看到有人打电话时出神 休息 就是一顿放纵 不完成任务 上厕所都别想 通过聊天 诚实这才知道 大家都是被高薪忽悠来的 只有他知道是做诈骗的 最近的诈骗案越来越多 而且专骗老人 今天这组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期 老太太被骗已经很伤心了 儿子还在一旁不停地责怪 警方也十分无奈 晚上到家 程妈兴奋地说起 小美帮她找了个兼职 明天就可以去工作 程实通过实习机就能上岗了 程妈很高兴 殊不知 程实人生道路已经走偏 高强度的训练 让很多人都打了退堂鼓 但程实必须继续下去 先不说诈骗团队的威胁 就算为了给父亲治病 他也得继续努力 以前的工作就是房产类的 如果能用自己的话术 或许要到地址的几率会高点 怎么说独川可不管 只要拿到地址就行 胖子询问给客户要介绍资料 这算是问道重点了 资料 房产统统不存在 既然问了 那就解释一下 虽说现在的工作都是假的 但是只要能搞到地址 承诺的工资就会到账 不要说30万 只要干得好 1000万都不在话下 第五天的时候 工位上的人明显少了一半 剩下的人也只是埋头不停的打电话 城市有改变话时候 确实有了进步 一条鱼差点上购 独川看着一帮不成气的家伙 亲自做了示范 想要搞到地址 就好好想想这次示范 独川的那通电话用了两种话术 一是滔滔不绝的讲话 让对方根本来不及反应 二是不断重复强调小金额 高回报吸引对方上购 在不断的模仿学习后 他终于在训练的第七天 拿到一个地址 独川为此十分兴奋 直接拿出一万奖励给城市 一个地址奖励一万 动力是有了 就看他们的行动力了 或许是为白天骗来的地址责责 又或许是为父亲的病发愁 城市心情并不是很好 在某鬼式的训练后 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五个人 还需要真胆色 独川准备带他们来自社会教学 既然开车来到高尔夫球场 不会高尔夫没关系 他们不是来打球的 也进不去这个高端会所 他们需要的是 把眼前这个景象牢牢记住 这里每年的会费是三千万 平均会员年龄是68岁 只有会员和会员带来的人才能进去 看到这些有什么感想呢 之后又去了几个高端场所 享受过牛排后 几人来到修车场外 看着和早上极大的反差环境 这里的工人平均二十多岁 看着却像四十多岁 和饭也仅仅是饭 连菜都是一种食吃 还不都是因为囊中羞涩 不得不说这种方式的洗脑 可比威胁打骂厉害多了 转了一圈后 个个心不在焉 这里原本也是几个童年人在创业 结果失败了 现在感觉这里就是年轻人的梦想葬送地 不管怎么勤奋工作 最后都会被炸干 欢迎刚落 独川就带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男人是这里的主管 由他介绍具体的工作内容 既然已经通过训练 那名人不说暗话 这段时间的训练都是在考验他们 是否适合进行转账诈骗 从现在起 他们的任务就是给猎物打电话 当然了 不愿意的现在也可以离开 但是不能把这里的事说出去 不然后果自负 如大家所说 诈骗是一种罪 并不是罪有力的罪 世界上有很多人做了同样的事 为什么没有被抓呢 例如 让大家用天价购买那些三无的保健品 难道他们就不是诈骗吗 他们为什么就没有被抓 原因不外 或是客户自愿的 没有人逼迫 手段合法 过后当然不能申诉了 主管曾经在地产公司工作过 当时明知有些客户买不起房子 但还是会说服他们买下 之后有很多人为此破产 家庭支离破碎 这很合法 但是给人带来的痛苦却不少 他觉得相比之下 他们现在所做的就要好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比如 你从一个穷人家偷了200万 何影在富豪家偷200万 带来的后果完全不同 穷人可能会因为丢失这些钱而上吊自杀 但是富豪失去的可能仅是一场娱乐而已 日本半数的钱都掌握在60岁以上的老人手里 就如他们早上看到的那样 那些老人才是他们的目标 即使老人有钱 那也是人家年轻时辛苦挣下的呀 这也是没错 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 现在挣钱都困难 那些人平均账户里可是2000万 不止如此 每月还会有18万的退休金 现在的年轻人 拼死一个月也就这点吧 更何况老人还会把四成的退休金储存起来 他们去世后留下的遗产 大概能达到3000万 听上去不可置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这些老人就是独留 让他们的国家生病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族群 也是最吝啬的 老人不等同于弱者 从这种人身上拿着200万 他们不应该愧疚 而是该为此自豪 一同洗脑 众人都有点怀疑自己的思想了 要说这些诈骗犯能把这番苦财 发挥到国家外交中 估计也是前无故人后无来者 想要挣大钱 当然会承担点风险 他们要做的是把自身能力提高 剩下的交给主管 主管会尽全力护住他们的 想成功就付出 拼一次付三代 就看他们怎么选择了 隔天五人就神穿西服亮相街头 或许是洗脑的功劳 让他们不顾一切走上这条不归路 既然训练已经通过 那么就开始实战演练 假扮儿子话不能多 只要说出名字就行 说的太多目标反而会起疑 其他人配合发出相应声响 另一个扮演气氛的抱怨者 朝着目标不断呼叫 让目标来不及思考 最后一人扮演律师或警察 是唯一表现冷静的人 要在抱怨者和目标之间 提及可能会有的审判 并趁机见以和解 在这其中气氛的人比较关键 只有狠狠威胁到 心神不宁的目标后 才能使目标轻益上钩 假如中途路线直接挂单电话 绝对不能继续通话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在不断的实践中 他们终于掌握关键点 除了基本的工资 他们每完成一单都有提升 随着成功率提高 诚实的工资也越来越多 也意识到主管所说的 年入五千万真的不是梦 为了不引起税务局和警方的注意 他们的钱不能存进银行 更不能买毒品和酒类 这样的规定对城市没什么用 他的钱都用来支付父亲的住院费 看在最近收获不错的份上 主管带他们来享受下 意外碰点花魅 这熟人见面就有点尴尬了 提起黄毛 花魅就有点生气 竟然跑到其他城市和别人玩在一起 回去后 花魅想拉着城市暧昧一下 灯突然被打开 这可把两人吓得不轻 上天也没别的意思 只要说出黄毛下落就行 不然就用花魅抵债 你看花魅就要被带走 城市只能说钱以后有他还 花魅猜到他的工作可能不合法 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只留下一句 不要告诉其他人 尤其是小魅 之后便离开朗 主管在接到电话后 立马赶到酒店 老板对他最近的表现很满意 当然也有人看不上这种行为 上去就是冷嘲热讽 老板要求在半年内 再增加六家公司 这也恐怕有点难 但凭老板说一不二的性格 他只能点头答应 随后给独川传达了老板的意思 他们人手本就不够 独川要是去新公司 这边就得提拔新的负责人 经过深思熟虑 城市应该可以担任 隔天城市得知他升组长后有点懵 以后这边公司的培训就由他负责 可是他没什么经验 心里有点担心 主管已经决定 没他选择的份 这次还带来一份处女名单 就是从没被账片集团用过的全新资料 而且全都经过资产验证 这可是难得的秘密武器 上面总共有400个名字 他们这个月的利润 至少要达到一亿两千万 这咱听起来都有点疯了的感觉 独川可不管那么多 达不到目标后果自负 说疯也没错 诈骗团队的形容口号不就是 想成功先发疯 不过一切向前冲 拼一次付三代 拼命才能不失败 下班后 城市和胖子来到酒吧小聊一会儿 虽然当初似乎是主管看出他的潜力 才被抓来做了训练 但城市还是有点担心 害怕自己不能完成任务 能让主管看上 他肯定没问题 胖子决定抱紧大腿 软模硬抱下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方案正改到关键时刻 城妈推门而入 可把城市吓了一跳 父亲的艾西包已经扩散 希望他能多陪陪父亲 欢迎刚落 山田就打了电话 听说他当上组长 现在该谈谈怎么还钱了 开玩笑钱又不是他花了的 凭什么要他还 只要主管同意他还钱 马上就还 山田听到这话一同咆哮 这小子不讲武德 以前是自己弱小怕山田威胁 现在有县城的后台放着不用 不就白瞎了 隔天 把做好的新方案分给其他几人 一味的采用一种方案 钓到的鱼就会变少 他以前工作上丢过文献 被要求用钱摆平 或许他们能够借鉴下这种方式 又或者以儿子给客户惹下 大麻烦为借口 给犹豫不决的目标 多打几次电话 加钱由他们随意发挥 不得不说 这个方法比以前都好用多了 在小美家聊天的时候 电视上出现一则新闻 二十多岁的少年 因涉嫌窃取四百万被逮捕 警方怀疑此人是收钱者 诚实看得后有点心神不宁 小美不禁吐槽 这人是有多卑鄙 连老年人都不放过 殊不知 眼前人就是她吐槽的人 说起这 奶奶更是兴奋 展示了自己购买的电棒 骗子敢骗到自己头上 就让她感受下电击的快感 最近集团内部应该出现内贼 昨天收钱的人又被围攻 现在还在医院昏迷不醒 如果敢让独川查出叛徒 那就别想活了 强调了下目标要按手完成之后 便摔门离开 虽说上次的新方案效果不错 但想要完成定的目标 还是有点困难 城市有个新思路 想和胖子聊聊 在走到一个桥下的时候 一个人上来询问地址 还不等他反应 后面的车上就下来一堆人 直接把他带走了 而这一幕恰好被赶来的胖子看到 没一会儿就被带到飞机库房 抬头一看 绑架他的不是别人 是山田 既然有胆子威胁 就要有胆子承担后果 主管也没什么扭气的 看着也不顺眼 正好一起解决了 如果他能当电影 透露情报可以放他一马 见他毫不理会 上去就是一顿全打脚机 不求饶就算了 还说疯了话 任谁都不远听到 不如别人的话 一气之下 直接拿起电棒怼了上去 都这样了还不求饶 也是个硬汉 感觉快要面见二漂的时候 外面出现一个盲人询问 这是不是山田家 没有得到想的答案 便自言自语离开了 几个人还是一脸懵逼 总觉得哪里不对 山田吩咐手下跟上去看看 准备再次动手的时候 就听见外面传来打斗的声音 看着情况不对 让长发男出去看一下 还没出手 长发男就被拖了出去 听着惨叫声 山田准备逃跑 不料撞到那个盲人 这次轮山田躺平了 诚实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被救了 其实他最应该感谢的是胖子 如果不是他记下车牌号 就独穿帮忙 也不会这么快活久 干打主管手上钱的主意 后果就是他们不能所值得了 不管大概率是再也见不到了 城市现在已经走上不亏路 想过回普通生活是不可能了 现在只能不计代价的多赚钱 让自己生活更好点 想着山田有可能已经被杀 就连睡觉都是噩梦连连 被惊吓而起 主管说的没错 他现在无法回头了 上周他们就赚了3600万 成功率能有这么高 大部分依赖于处女名单 但照他们的速度 名单很快就会用完 想要达到目的就有点难 他们必须改变做法 继续联系上当的目标 用气氛的人事演技把他们榨干 同时还怕鼻子太紧目标会报警 人都有恐惧感 只要他们感受报警 就采用微信话术 只要吓唬住他们就行 只有压榨更多的钱 他们的目标才能达到 另一方面 可以查下目标家中缺失的亲人 缺失日期和职业 一是可以打着让逝者还钱的旗号 可以剥韭菜 二是假冒逝者的私生子 主要遗产 莱西觉得应该调查下目标的财产 把他们骗出家门 然后洗进家里 听到这话 诚实就不乐意了 虽然他们干的不是正当营生 但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 抢劫的事 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做的 莱西有点不满 反正都是犯罪 再加一条有何房 与此同时 长妈来到客户家打扫卫生 看着垃圾买地的房间 长妈都无语了 虽说是付了钱到 可这糟度也太恐怖了点 这还不说 老头年龄大大的了 还是个细景 刚凶了长妈 转头又赶忙道歉 还正极开优 收拾到一半时 接到小美的电话 早上听花妹说 诚实现在的工作 应该和诈骗集团有点关系 长妈回到家 想到小美的话 心里有点不放心 决定去房间看看 有什么线索 一同翻找 在床下的盒子里 找到不少钱 上次改变的方式 效果很不错 短短两周又压占了八千万 胖子觉得他们应该可以达到目标 事实上远没有这么乐观 处女名单上只剩三十人 替补名单也快要用完了 要想达到目标 就必须寻找新的目标 知道山前必有路 况且诚实正没有能力 胖子以前一事无成 现在跟着都改变了很多 不管发生什么 他都坚信诚实的能力 开工没有回头见 诚实觉得他现在就是这样 没有回头的余地 只能继续下去 回到家推开门 就看到床上放了钱 还没想好要怎么解释 丑妈直接开口 看着电脑里面的诈骗方案 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贯善良孝水的儿子 竟然会诈骗老人的钱 城市也没办法 面对病重的父亲 生活的重压 普通工作根本无法支撑这个家 只能选择走上这条路 他向丑妈承诺 完成这次的目标就会辞职 这不是游戏 现在跑路可能会被杀掉的 报警就更不用说了 还会连累其他人 是与这次 丑妈再生气毫无办法 只能让他尽快辞职 可这次订的任务很高 他也不确定能不能完成 城妈在高端家庭做家政服务 想到在客户家看到那些 随意扔着的现金 或许能帮到他 但完成这次任务之后 必须辞职 城妈把公司内部的资料 给了他一份 经过整理 得出一份M名单 只要把这份名单转换成金钱 他的任务就能完成了 隔天他就把整理好的名单 发了下去 使用归使用 如果有人外传 别怪他不客气 看着上面如此详细的资料 同事们都惊呆了 好奇是哪里来的名单 只是被一句 山人自有妙计就打发了 很快仅仅分头行动 而M名单的效果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本以为事情进展如此顺利 任务很快就能完成 谁争想 又出现新的问题 因为上次的事情 山田被除 现在他们收钱的人手都不够用了 就算能有余烧购 他们也没人去收钱了 而且这件事还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以免丧失禁据心 主管现在已经去找老板商量对策 在没有接到命令之前 暂时不要诀调大鱼 这事一出接一出 城市都有点头疼了 最糟糕的是 和胖子吐槽的时候还被莱西听到 经过上次莱西奸业抢劫后 城市就觉得这人毫无底线 不想过多交谈 现在吐槽没人收钱又恰好被莱西听到 这不是要容老命吗 城妈一天心情都很复杂 早上他亲眼看到警舍在客户家调查 虽然老头记不清取钱人的模样 但他知道这些都和他们母子有关 心情一直很复杂 不安 刚开始城市也是这样 但为了能多挣点钱 现在已经完没了 因为莱西我有他的把柄 只能假意答应 将前所未能帮助他们的朋友 可万万没想到 这些人的脑子竟然缺根线 就眼前的情况 城市哪敢用他们出去收钱 这可不是坑那么简单了 放出去八成会要命的 说这话莱西可就不愿意 小看他朋友不就是瞧不起他吗 立马要求城市和这群山顶动人道歉 双拳难递四手 好汉不是眼前亏 城市只能暂时委屈下 殊不知今天能见面 给后面带来的麻烦 说城市灾难也不为过 也是能和毫无底线的人做朋友的 也不是什么正常的 很快灾难就来了 山顶动人闯入客户家里强奸 撞到恰好上班的城市 因为他不知道放钱的地方 被狠狠暴揍 城市得知情况后急忙赶到医院 城市觉得这一切就是报应 如果不是他泄露了客户信息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城市觉得只是一个巧合 他们团队可不做抢劫的事 殊不知 一切都是那些山顶动人的杰作 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最近一周就有M名单上的 三家老人被抢劫 再傻的人都意识到情况不对 这个名单只有他们五个知道 肯定是有人泄露的 虽然很不愿怀疑队友 但城市决定先暂停使用M名单 当莱西得知这个决定后很高兴 他们表现的那么好 为什么要暂停 城市只能借口敷衍过去 可怎么看莱西的表情都有点不对 自从停止使用M名单后 抢劫案就没发生过了 或许这一切和莱西有关 但他们的目标就快达成了 不能分神做其他事 这件事只能放下 过后再查 胖子得知他有辞职后 有点意外 也有点气愤 本以为两人会一起进步 迈向高层 没想到还没多久他就想辞职 难道朋友只是现阶段需要 而做样子的 这就有点冤枉他了 如果不是真心把胖子当朋友 又怎么会说这么多呢 本以为抢劫的事情就算结束了 可万万没想到 这天收钱的人又被抢 要知道这方以前 没有哪个感动集团的钱 这是不要命了 一般收钱失败 主管都会认灾 因为惩罚任何一人 都会引起不满 如果因此报警了 那就得不偿失 老板觉得这次和以往有点不一样 应该是被主管摆了一道 这主管可就有点无辜 他是真不知道情况 自己手下明明可以赚更多的钱 又何苦去抢自己人的呢 话说的没错 但老板还是不相信中间没鬼 那他自己先去清查手下 然后把人交出来 不然就拿他提账 话都说到这了 他还是相信自己手下 老板切得直接给了一圈 如果是他的电子的攻击 钱被抢走 手下被打 他会怎么做 作为领导 就要展示威严 既然相信自己手下 那钱他就自己付 按规定 收钱失败是由他和老板聚谈 这次凭什么要他一个人承担 老板怀疑他的手下有问题 他还怀疑老板呢 为什么他才提出自己找人收钱 钱就被抢 难保不是老板设的圈套 好家伙 这山顶多人的操作影响力可是不小 独川得知收钱人被抢 也非常生气 这么大的错误 以前就没有发生过 恰好诚实打了电话 让去收钱 他便决定亲自出马 果不其然刚拿到钱 他就被人围住 恐慌中他扔下钱就跑 趁着几人分赃时 直接用酒瓶抱头 其余两人战创逃跑 弄清此事后 怒气冲冲的来到办公室 不得他开口 莱西起身就逃 诚实这才知道自己猜测没错 劫匪和莱西就是一伙的 莱西逃到非旧仓库后 吩咐两人把钱全部拿出来 赶紧跑路 还没来得及离开 就被打手找上门 莱西一看情况不对 趁机逃跑 留下两个山顶洞人 被打手做的半死 审问后才知道 胖子也参与了这件事 这就有点意外了 莱西参与还有动机 胖子参与是怎么回事 独传给同事打去电话 让他们看好胖子 但晚了一步 胖子已经跑路 最后还是诚实找到他 他被高利贷债主找上门 如果不还钱 家人就会有危险 毫无办法之下 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也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 随后同事也找到这里 把他带回办公室 老板知道这件事后 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只能希望老板 看在那份M名单上 减轻点责罚 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 差点连累主管送去双臂 胖子将忙跪下求饶 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和诚实无关 达叔已经找到来袭 把人就地解决了 主管也是从年轻气盛过来的 也想过挣足前后就退出 但事实上想脱身没这么容易 或许是想到自己的遗憾 动了私心 直接放两人离开 老板那边 主管只能尽量弥补 求情 最终用未来公司80%的盈利 换取了老板这次的原谅 程妈回家后 发现家里有人闯入 抢过电脑赶忙让小美带走 一路被同事狂追 最后在没奶的帮助下 这才保住电脑 程师到小美家时 警方已经赶到 看见警方朝自己走来 转身就跑 趁机躲进旁边地下室 才逃过追捕 看到程师回来 程妈才稍稍放下心 还没说两句 他就接到独川的电话 让他赶紧回办公室一趟 意识到情况不对 他飞奔离开 老板和主管已经意识到 这件事的严重性 要是有查到一丁点证据 他们都得吃公粮 现在只能抓紧时间 把所有的资料都销毁 诈骗固然可恨 可主管对他们的鼓励 努力成功后的兴奋 也是如一般人一样 错的是走错了路 无论别人是否有钱 又从何而来 都是他人资本 都不该成为诈骗他人的借口 当警方赶到办公室时 已经人去镂空 和两人告别后 独川也离开这里 好似这一切都没发生 却又真实发生 消失一嘴的山田 又找到城市要债 既然决定重新开始 他也不想再和山田再有花隔 直接搬出工作得来的钱 扔了出去 钱拿走后 再来骚扰他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不等蛋糕做好 警察就来到家里 直接带走了城市 另一边 主管和独川聊天时 表达了自己想退出的意思 风投过后 他手里的公司都会转交给独川 自己也想过正常的生活 谁知老人一个倒车 直接送走两人 回家后 胖子做起了殡葬业的销售员 每天不停的奔波在各个角落 因为小美撤销了M名单的证词 警方也没有找到有用线索 城市最终被释放出狱 诈骗的故事到了又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